这是买回来的鞍鱼 是在冰冻的地方放置的 这里头一共有六个 把它洗干净 把肚子里面的东西都给冲干净了 现在有一些小毛在这上面 要给它摘干净一下 现在已经把上面一些小毛管 已经给它清理的 稍微清理一下 有一些有一点点也不要紧 因为是要去Airfire 所以就没有问题 用气炸锅来烤 它是一包里头呢 它就有六支 这是11块9毛9美元 一包我在炒司买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放一些盐 给它呢 清洗一下它的上面外边的一些味道 用盐来 搓一下 这样子呢 就能彻底的把它清理干净 就不会有它那种腥味 就不会有它那种腥味 每一汁给它搓一搓 用盐测锅 用盐测锅以后 现在放些水 清洗一下 干净以后给它沥干水 洗干净 也沥干了水 现在呢 现在呢 放些姜丝进去 然后再放一些蒜蓉进去 再放一勺 这个是泡的小辣椒的苹果醋 这是酱油 放三勺 放三勺酱油 再放一勺的鱼露进去 然后我会放一些白葡萄酒 白的葡萄酒进去 放两勺 两勺 然后呢 给它们呢 抓一抓 这小辣椒 十碎 然后可以把它们放在这个冰箱里头 什么时候呢 想去烤的时候呢 就可以放到七炸锅去烤了 我的准备呢 是明天烤 把它腌一个晚上 让它充分的入味 现在再放两勺的红糖 这是大白葡萄酒 给它抓匀了 放到这个调味料 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这些调味料 给它拌转 现在给它保鲜膜包上 保鲜膜以后 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给它腌一个晚上 这些是已经腌制了一个晚上的鱼鱼 现在呢 我要给它们把它穿到这个 这里 然后放在这个 去炸锅里头的烤酱 这上面去给它烤 那我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把它 用 馅给它绑一下 先把它这个腿 绑一下 然后再把它装上去 这个身体 这个翅膀这地方 给它绑一下 就叫它固定 到时候就不会给它掉下来 就是 就是 我先试着烤三支 不知道它就是够不够长 在中间再绑一下 再绑一下 这样就固定好 这样就固定好 这三支现在都用馅把它绑好了 最主要是把它的这个大腿 翅膀都给它固定好 现在呢 我就要用这个 给它每三个给穿起来 三个不知道放得下 现在我试一下 看来只能烤两个 因为烤三个呢 就放不下了 不够长了 现在那就烤两个 只能是烤两个了 另外一个只能是下一次再烤 这样烤 这样子架上了以后呢 要给它 它有 它有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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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这个 固定起来 固定起来 穿这两头 先把它固定了一边 这样子就好 这样子就好 然后这里 再捏一下 这边 再捏一下 这个 这下 移动一下 因为两只呢 又有点小了 所以呢 就不能让它一边太靠一边 就要放在中间 所以这个再调一下 主要是给它固定好了 然后它到时候会转 你要是不固定好就转不了 还是它就在里头自己打转就不好了 所以固定的意思就是叫它固定好 叫它不要在里头动 可以这样再调节一下 现在好了 现在就应该是固定住了 这样就可以拿去烤了 这个就是我新买回来的气炸锅 它是可以开门式的 这样子打开门 然后呢 这下面呢 这里是它是可以 这个呢 我就给它包了一个锡纸 防止它的油滴到以后 就可以把锡纸换掉 就不会搞脏 然后现在 先把它这个插 头插上 然后它就显示出来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 打开我现在把它放进去 它这个是一头大 一头是小的 所以呢 这个要很注意 哪头放进去 就是说放得不合适 你就放不下去的 要放得合适才能放得下去 这样就放进去了 然后把它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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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看一下 它就显示出来 这个Digital 这个 现在呢 我要用这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转动的 去烤制的 转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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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的是380度 很好 是 看到没有 现在它这个暗存在里面 转动 380度 这380度 是華氏度 我们去立刻 每个东西就でき 全部都是用八字紫 现在可以看到 它下面就是烤的时候 它有很多液体的滴到下面 所以用一个锡子包住下面那个托盘 就不会搞脏 不用锡 到时把锡子一换掉就可以 现在时间到了 它就自动锡掉了 现在打开来看一下 开这个门看一下 看 它这有配有一个 这个架子 所以去把它拿出来 这样就拿出来了 这样就拿出来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拆下来 因为它还有点烫 最后一共卡了4枝 最后一共卡了4枝 4枝鞍唇 这里是4枝鞍唇 把它切成块块 可以享用了 是3枝鞍唇 去哪里 2枝鞋参加 是4枝鞋参加 7枝鞋参加 感谢观看